琴 琴第一個撇納就寫得十分的開闊 拉開 這個琴形寫得很漂亮 因為琴這個字不算好寫 它自己寫得蠻漂亮的 這裡再統一的下來 來,勾上去 琴 想 這邊叫方折 方折 開始要準備圓轉 這邊開始就是所謂圓轉 你要有心理準備第一個轉的小 第二個轉的大 轉的大這個裡面應該還有筆畫 想 記得寫扁 很多次都是這樣子 寫得非常的扁 扁 那 術畫就不要寫太長 這個都不能寫太長 偏扁 這個筆畫 撇的倒是偏短了一點 那這邊是緊的 這邊在順勢拉開 因為這裡拉得非常的開 就覺得那個剛才那個撇的短了一點 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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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皮膚去還是有連帶的動作 這些蛛絲馬跡一定要寫出來 他先寫竖畫 再去做這個連帶的動作 這邊是圓轉 尾 魚 魚的話 左邊 略重 稍微重按一下 然後看起來有一點粗細的差距 這邊 略帶圓滑 魚 四 四 第一筆是重的 上面略方 略方正 然後下面呢 下面的略流長 流暢 流暢 流暢這些中間的提案要做出來 不要只顧著流暢 而沒有提案 四 略 略比輕巧 方則方則方則 好 這邊是圓轉 然後這邊是圓轉 月 北 有點偏小 偏小 偏小的字啊 看起來蠻紮實的 所以這個縫隙小一點 靠近一點 北 月北指 指這個字 也比較重 這隻 指 ito 被划 跛臓 納長 藍 中間空隙寫得蠻大的 納歸大,因為中間的縫寫得非常緊 填上去又剛剛好 剛剛順時拉開 然後這裡面的 這邊是窄的、輕的 然後下面這裡的時候 這裡就不知道為什麼寫這麼重 理論上可以不用寫這麼大、這麼重 但是因為它下面沒有字 而且空間又剩很多 有點故意把它寫大 然後再說 再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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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